为了改善船只排放所导致的空气污染问题 香港特区政府在2013年展开了立法程序 要求所有软洋船只由2015年1月1日起 在香港拍案的时候 转用含流量上限为0.5%的燃油 不过,透过立法要求所有软洋船拍案转油 只是众多船隻减排措施的第一步 要彻底保障市民的健康 政府应该尽快推动在码头泊位安装按电设施 令船隻在拍案之后不用再消燃油而改为用电 做到按边零排放 其实,在整个珠三角水域活动的船隻非常之多 除了货柜船之外,还有货船、油轮、温油船、拖船 以及其他内河和本地船隻 要最有效地处理区内的船隻空气污染问题 香港应该参考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积极推动在珠三角水域设立排放控制区 严格规定船隻,转用含流量上限为0.1个百分点的燃油 思惠政策研究所在2012年发表的报告显示 设立排放控制区,可以减少区内85%以上的二氧化流 可吸入原浮粒子和未细原浮粒子排放 又可以减少因排放导致的死亡个案达到百分之91 大大地改善了整个区域 包括香港和邻近地区的空气污染和健康问题 不过,如果要在珠三角水域成立排放控制区 就需要由中央政府向国际海事组织提出申请 而香港政府亦都需要和广东省有关部门进行磋商和研究 一般是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应该将排放控制区提升了一场目标 在短期之内我们需要考虑其他措施去减少区的排放 香港一直以作为亚洲大都会议之号 在未来,我们需要政府、业界和市民积极参与和支持改善空气污染的措施 先可以在发展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同时 保障到整个地区居民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